挺台湾入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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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大会即将在金山湾区 以陆海空方式共同联合举行 4月22日 由主办单位 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北加州分会会长胡威尼 主持记者会 他呼吁乡亲 踊跃参加5月8日 挺台湾入侍卫 世事大会 乔务委员魏德珍、吴怡鸣 北加州中兴大学校友会会长罗豫仁 在华总会副执行长蓝嘉欣 以及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兴主任庄雅淑 副主任徐广梅 都出席了记者会 我们办这个活动就是要挺台湾2300万的同胞们 来替他们争取医疗上的资讯 争取医疗上的福利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共襄盛举 来支持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谢谢 今年的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即将在5月22号到18号举行 那过去五年来呢 台湾一直因为中国的这个政治的干扰 无法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我想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宪章有明白的揭示 就是卫生跟健康呢 是这个基本的人权 也是一个普世的价值 所以没有人应该要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卫生大会之外 卫德珍汉吴一鸣也表示 那这一次呢 我们台湾呢 还是被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外 因为要在5月22号到28号要举办这样的会议 所以我们就借着这次的机会呢 来举办这样的海陆空的游行 希望在我们的让我们的美国的国际社会 以及我们的美国友人能够看到我们用实际的行动 来支持台湾能够加入能够参与WHA 同时加入WHO 所以这次的WHO四华在北加州这里 我们虽然动员了最大的能量 陆海空同时来 但是更希望的是在我们的北加州的这个桥界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2300万人的健康 是需要跟国际一起合作同步 本载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 黄本初采访报道